哈囉大家好我是雪兒A 那今天就是要 來介紹一下 那個因為我前兩天是不是有寫一篇 那個要怎麼樣畫腮紅的 網誌 可是呢就是整個介紹很虛 所以今天就用 錄影的方式來就是 教大家怎麼畫腮紅 好現在的話呢 我就是順手拿一支刷子 好是這樣子的 扇形刷 對那這一支的話是哥巨美影的刷子 然後它是雕毛的 然後 除了粉底刷以外的刷子 我都喜歡用動物毛的 對 因為我覺得就是動物毛的刷子的話 是比較抓粉力比較強 嗯 然後 然後 就是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開始 那 腮紅的話 就是有分 橘色系跟粉色系的 對 那一般來說 皮膚比較白的人 比較適合粉色系 讓皮膚比較健康的人 適合橘色系 那可是其實我覺得沒有 沒有一定 就好像我們白皮膚的人穿白衣服 是不是看起來就是 顯得更清新的感覺 可是黑皮膚的人穿白衣服 是不是衣服也很白 但只是就是會讓膚色看起來很黑而已 那也沒有什麼不好 只是說 嗯 白皮膚的人穿白衣服 總是會比較好看嘛 對不對 相得益彰 而不是就是 互相就是 因為 算是對比色 對 所以就會比較沒有那麼 相得益 沒有兩兩相成 對 所以的話 以一般就是 該瓜來說 嗯 皮膚白的人 就是粉色系 那 皮膚黑的人 就是 橘色系 那這只是比較適合而已 對 嗯 其實什麼顏色大家都可以用 好 然後的話 現在就是 要來示範我們 就是 畫腮紅的位置 那 我先 沾這個 呃 腮紅 粉色系的腮紅 好 你看我沾非常多 我沾的 非常的多 所以呢 我們要把它 淡掉 好 然後 然後 因為我是 圓形臉 所以呢 我通常都是畫 斜長型 斜長 橢圓的 對 如果說是單指腮紅來說的話 啦 我通常都是畫斜 斜長 都以日常妝來說 所以我都是這樣子畫 這樣畫 其實這個扇形刷有一個好處 就是因為它的這個面 是非常的窄的 所以你不會 你可以 你可以控制 你的腮紅在一個 特定的一個部位 對 那如果像我們一般的腮紅刷 像這樣子的 它一刷下去 它的範圍就非常的大 那你如果說不小心刷毛沾太多的粉的時候 一下子就會非常的紅 對 好 所以其實扇形刷的話 其實算是非常好用的一個刷子 好 然後我再沾一次 然後再刷 好了 我其實我基本上不會這樣子刷 因為 嗯 這樣子畫面積的話 就太大了 那個是 如果我會這樣子刷的話 通常我是在上修容的顏色 對 好 那我就是 以這個 這個 畫長 斜長橢圓 然後最後我會把它往上帶一點點 這樣子 對 那 呃 要注意的點是 就是我們一定要 不是說把顏色放上去就好了 重點就是要把顏色全部暈開來 對 好 那這個畫是圓形臉 呃 示範的腮紅 對 可是其實我覺得 圓形臉 呃 其實畫圓形的腮紅 更能夠就是迅速的達到你想要的樣子 一般來說 一般來說我們比較斜長型的腮紅的話 看起來都會比較成熟一點 然後 因為是臉型的關係嘛 因為像我們小朋友的話 臉都是一般來說 嬰兒肥它都是會有點圓圓的 對 那如果畫圓形的腮紅的話 看起來就會比較圓圓的 然後看起來比較可愛 那比較斜長型的話都是 因為我們人長大的時候 呃 臉型都會變得比較尖一點 因為 嬰兒肥退去 對 那 可是其實我覺得 雖然說圓形臉畫斜長型的 呃 圓形臉畫圓形腮紅的話 你很快就會達到那個可愛的樣子 對 嗯 那我這邊的話就是示範畫圓形的樣子 那其實圓形有注意到嗎 我已經換骰子了 刷子了 因為圓形的話 通常我是 呃 通常就是畫圓形嘛 對不對 就是這樣子畫 然後 因為 形狀的關係 所以我選用這一隻刷子 呃 會更 呃 更快 如果說一樣是用剛才那一隻扇形的話 其實 他會 比較沒有那麼快 一樣也是可以達到 同樣的效果 可是這一隻的話 絕對是比這一隻快 畫圓形的話 好 那我們現在來畫圓形了 好 圓形的就是這樣子 長形的就是這樣子 圓形 長形 好 part 1結束 2 2 3